我们下一位发表者 也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 香港中文大学 禅语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学鱼教授 学鱼老师发表的论文的题目 是既往开来佛光宗 追思星云大师 我们有请学鱼老师 好 谢谢学生老师 也感谢陈建宏老师的邀请 刚才我听到大家的发言 特别是今天早上和下午 作为学者的发言 都是深情并茂 有情有礼 对大师的情和志 多了一个感动 所以在这儿 我完全同意大家所说的 而且我这种感情 也是和大家一样 那么我想趁这个机会 在下面的十分钟之内 讲两个方面的话题 一个话题呢 就是我与大师的一个姻缘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如何来怀念大师 纪念大师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与大师的姻缘 其实我在很早1993年的冬天 或者1994年 参访过台湾 后来呢 特别到佛光山去拜访 新云大师 当时没有计划 去看新云大师 看到新云大师 当时呢 当新云大师听说我们到来以后呢 特别的 就是约了我们去到他的这个全灯楼 去见面 而且和我们当时的这个五位 在世界南港留学的比丘呢 结缘 所以参观好了以后呢 我就这个到 佛光山在这个台湾的分院去参访 当时呢 给我的感触了非常的深厚 就是说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佛光山的 的今天 就是中国佛教的明天 中国佛教 当然我们支持这个 大陆香港台湾 拿着海外的所有的佛教的 这一个发展的未来 一个模式 所以呢 佛光山的模式 在当时90年代 已经出现成有规模了 那么第二次和金融大师这个结缘呢 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 那个是这个 佛光山和香港中文大学 那个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关于这个方面呢 刚才这个唐伟伦老师呢 已经有比较前夕的这个介绍 当然他也还有一些话题 没有深入的来给我们那个敞发 然后在这个因为年旧的这个因缘 所以呢在此一后呢 2005年以后呢 我们中心就这个 我呢就逐渐逐渐的这个 对这个人间佛教的研究呢 比较感兴趣 也投入很多的时间 所以呢计划 从此一部这个研究计划 主题就是人间佛教 从佛陀到星云 那么因为星云大师曾经说过 这个人间佛教是佛说的 人要的 这就是非常的精炼 佛说的就是非常切理 那么人要的就是切记 从切理和切记两个方面 如何来认证 来那个研究 人间佛教的历史思想 哪至法门的或者中法的全程 这个就是我们当初的这个计划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源流吧 然后呢就在2015年呢 作为第一部书 就是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卢士说卢士行出版 那么就是在这个段时间之内呢 我就是为了这个写这本书呢 就经常去这个台湾 台北高雄 宜郎 还有这个宜兴 就是大陆的延昭 等地去清静大师 近距离的或者零距离的 去这个观摩大师采访他 就是呢 在他接待 楚人代事的 他所说的 他所行的 哪至他所显的 都是与人间佛教密集相关的 所以呢 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内呢 我对大师有个非常深刻的了解 所以呢 人间佛教 可以说是佛陀 可以追溯到佛陀 从历史的角度 从思想的角度 但是在近代呢 如果把它发言光大 刚才正如许多这个前面的几位学者 已经说过 台学大师忠心 然后呢 有新人大师发言光大 而且要创新 这种创新呢 就超越了前任的创新 刚才正如这个 陈建华老师所说的一个典范的转化 那么典范的转化呢 就是在创造 就是在创新 就是与前任不同 那么大师呢 之所谓成为大师 就是在 我认为 我完全同意这个陈建华老师的看法 就是在于创新 台学大师之所谓成为大师 在于创新 道安大师 惠人大师 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 都在于创新 那么这个 新人大师呢 可以与过去的这个 大师先比美他的创新 那么他创新在哪个方面 我认为他创新就是佛观上 或者新人摩世的人 人间佛教 而且我认为就是 关于这个佛观中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曾经 特别专门好几次采访了这个大师 而特别在2014年 这个新人大师来香港的时候 我在佛观道场拜访了大师 因为在当时呢 台湾那个既然在讨论 这个 那个宗派成立的问题 因为有其他的佛教团体的 已宣布成立这个 佛教宗派 所以呢 我就这个问题呢 去请教大师 大师呢 当然他很有智慧 他并没有直接了断的说 yes or no 但是他就发表我自己的 作为一个学者吧 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就说我说佛观上呢 用50年的时间 创造了500年的历史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不敢说 诗言建设的诗显的基础啊 还是这个中峰呢 都以初具规模啊 已经具备了 创中立派的这个基础 那么大师呢 非常耐心的 像我讲的就是成立 又不成立 这个佛观中的 这个立和弊 但是呢 他认为呢 他对这个中派的成立呢 是持开放的态度 所以呢 他就叫 就说呢 就是让学者先讨论 然后征求呢 这个佛观弟子们的意见 对自己 成立不成立 那个是 信心大师说呢 那就是他佛观弟子们的事了 那么 现在大师找了 大家都会非常怀念他 都在追思他 那么 如何确实 这个呢 可能就是要继承大师的遗愿 把他的遗愿发扬光大 那么 如何继承他的遗愿 我想这个佛观中 这个概念呢 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法统的成立 宗派的成立 那么大师呢 在其遗书当中 教导弟子们 在他遗书里面 有一段 一段话 他说 假如你们有心 为团聚佛观 深信 世众 可以效法过去古德 圣贤 成立一个宗派 那么大师呢 甚至希望 佛观弟子们 要包容 另立门户 分登 法脉 之举 那么这个方面呢 我认为 这个大师的包容性啊 可能就是在 正因为他的说 有这么大的包容性 才有佛观 上了今天 那么从这个 佛教历史上面来讲 或者从 新人大师的这个 中门来讲 他成全这个 灵迹法门 那灵迹法门 我们可以 追溯到佛陀 从佛陀 到东独 初祖 达摩祖师 然后六祖 慧能大师 那么这个有一个 法脉的传承 那么人间佛教呢 人间佛教 既然大师是佛说的 人要的 那么古代的 高僧大的 也在 或显 或隐的 在宣传 或者 颤抖人间佛教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 建立人间佛教的 这个 思险体系和传承 或者叫中风 或者叫法统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当初的一个 年约计划的一个理想 就是追溯历史 从佛陀 到新宁 那么这个当然了 当然中间呢 有 中国的 古代的高僧大的 静代的 有太学大师 那是其他的诸位大师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中国人呢 又把讲好中国人故事 那么佛观人呢 又讲好佛观人的故事 讲好佛观人的故事呢 我认为最好 就要把这个大师的故事呢 讲好 这样子呢 才是我认为 才是最好的 纪念大师的一种方法 所以大师找了 但是他所说的 他所做的 那是他所显的 永远就是流泉在人间 那么如何发言光大 这就是我们的事情呢 百丈常识成说 见过于诗 方康全授 见于诗其 简师半得 惠能大师六祖的确定 南中 尝一统 天下之局面的展开 其功在于 惠能大师之弟子 这叫 债权弟子 西人大师在这个 一拳中特别提到 佛观中的成立意识 即使对佛观上 未来的指导 同时呢 一直对佛观上 弟子的期待 那么我们再次 怀念大师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大师 开创到佛观中的 发言光大 最后呢 我有一个联想 就是联想着佛陀 因为我比较 就是早期年 就这个早期佛教 佛陀涅槃的时候 他的弟子们 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有痛哭流递的 也有非常伤心的 和滔滔的流眼泪的 比如叫那个阿南陀的 然后也有这个非常平静的 认为这个生老病死啊 都是一种现象 而且呢 佛陀呢 被是是涅槃了 是具体的涅槃 所以他非常平静 是悟到的人 而也有人呢 是皆大欢喜 就是那些六群比丘啊 他认为过去啊 佛陀管这管那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所以现在佛陀找了 大家都非常欢喜 他们都很很欢喜 所以这是六群比丘的 一种表现 那么我认为在这个 刚才这个 有能能兄那演说过 有些人对这个大事 有成看法 有些人呢 就不同的这个反应吧 我认为呢 当代的这个无可好 佛陀也有人 也有人诽谤佛陀 但是我们作为了解大师 能够近距离的 或者临距离的 精进大事的人 如何继承大师的这个遗愿 或者发言官呢 他的这种思想 可能呢 在这儿呢 就是 由我们需要所做的 佛陀涅槃以后 这个 他的这个出家弟子呢 来就是 这个 积极他的法身舍利 那么在家弟子呢 就是积极他的 射身舍利 那么这种呢 都留权给我们了 所以呢 由这个大家社 集结这个 战经 然后呢 由这个八大王 分这个佛陀的舍利 当然从我们这个学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文字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的思想 所以今天就是佛教 佛教文学 文字播也很重要 但是佛教的思想 或者佛法更为重要 同样的 我认为这个 新人大师的这个 众多的著作 非常重要 他更重要 他的思想 和 这种思想的精神之所在 所以呢 如何发言 新人大师的思想 那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 最好的纪念 新人大师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在新人模式的人间佛教 的思想 精神 中风等方面 有所创新 有所这个深入 有所为这个 为未来佛教的发展啊 指出一点 这个参考建议 这也是我们学者 所应该做的 也是我们对这个 大师的最好的 缅怀的方式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学瑜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